日本的便利商店真的好多東西好吃啊 大家好 我是阿倫 今天的阿倫便利店又要來跟大家介紹 日本便利商店什麼樣的東西呢 其實今天所要介紹的東西是阿倫的表哥 親表哥喔 然後我那個表哥就是 如果大家有稍微Follow夠久的話 它其實就是在台北有開一間店 叫雨前先生的手沖咖啡店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去喝喝看 真的都滿精緻 但是確定就是可能要等滿久的 對 然後它就跟我講說 我來日本的便利商店 現在有推出一個非常棒的甜點 你趕快去看 然後我就後來繼續找了 至於是什麼東西呢就是這一個 將將 エクレアストロベリー 對 就是這個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跟一個非常有名的餐廳合作的樣子 現在知道的人應該知道吧 然後我其實一開始我並不知道說 這個到底有多有名之類 然後那時候是後來上網查的時候 發現好像真的非常的有名 然後就覺得不好意思 真的是完全不知道 然後居然就是身邊你們有跟這麼厲害的 那種甜點的店 就是做一個合作 所以我想說今天就來試試看看 然後另外今天的飲料呢就是這一個 伊右衛門所推出的 Jindu Blend 然後它裡面有非常多的各種不同的茶 混在一起的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就慢慢的來開箱給大家看 而且之前我有聽有觀眾朋友留言給我說 就伊右衛門紅茶的這個紙 這個紙的後面其實都有暗藏玄機 而且你是要把它撕開來你才看得到 至於什麼我們等一下也一併給大家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首先先來試吃看這一個 草莓口味的甜點 我們先把它撕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售價是日幣321塊 321還滿好的吃 對 然後 它裡面已經有點噴… 有一點點奶油跑出來了 大家看到現在奶油已經有點沾在上面了 然後 對不起 賣相可能沒有很好 就是它的外觀長得就是像這個樣子 然後就這邊的奶油有點跑出來 然後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有點像是泡芙吧 泡芙的外衣 然後這邊有一些像是草莓醬跟這個應該是 鮮奶油在裡面 乍看之下還滿好吃的 因為我還滿喜歡吃泡芙的 我現在聞起來超香的耶 哇 口水流出來了 但它的草莓好像是用草莓果醬 它不是新鮮草莓 是草莓果醬 先給大家進看一下 我們等一下就馬上來吃吃看吧 OK 進看就是像這樣子 看起來也不錯喔 就是誠意滿滿的感覺 如果真的是跟那種店家一樣的話 那它真的很厲害耶 好 那我們現在要先來吃吃看 吃這一口 有草莓醬跟奶油的地方 いただきます 大家感受到我的那個吧 口水快流下來了 吃囉 吃了 算好吃 好吃好吃 但是讓我再多吃一口 現在結果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出來吧 我的表情 就是 我先分開來講好了 我覺得它的外皮有泡芙的感覺 而且它也滿香的 外皮算是好吃 然後它的這個生奶油的這個醬也好吃 就是很香 然後又甜甜的很好吃 但是我覺得它的草莓果醬 給我的感覺 印象沒有說讓我驚豔 應該說 它的草莓果醬給我的感覺就是 我們一般在吃的草莓果醬 可能也許再好吃一點點的那種感覺 所以說就比較沒有給我那種高級感的感覺 如果它裡面的草莓果醬換成 也許草莓醬一點點再加上新鮮的草莓的話呢 我覺得應該它會讓我更加的驚豔 然後我們再繼續把它吃一下 它真的給我的感覺就是這樣子 就皮好吃 奶油好吃 草莓果醬有一點 殘念 有一點殘念的感覺 好啦 那我們現在來喝喝看這一個 京都Blend 意幼味們所推出的 先來喝喝看 它這裡面呢 它說這裡面有 烘焙茶 金番茶 大麥 然後炒過的米跟和紅茶 對 我們可以看一下 就是它所涵蓋的東西就在這裡面 其實我也不知道什麼 總之就喝喝看 因為它外觀給我的感覺就是烘焙茶 因為我很喜歡喝烘焙茶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它的顏色非常漂亮 有琥珀色 然後有點像是ウィスキー的顏色 那我們來喝喝看吧 いただきます 它真的不是一般的烘焙茶耶 它真的是各種茶混在一起的味道耶 怎麼會這樣子 我先說結論 它不難喝 但是我不知道我在喝什麼茶 因為它一般的烘焙茶的味道會比較香 比較濃 但是它這個茶 比較淡 就是它我喝不出來它是什麼茶 像綠茶你可能喝出來 喔 這是綠茶的味道 然後紅茶你可能喝出來 喔 這是紅茶的味道 然後烘焙茶 喔 烘焙茶的味道 它這個呢 我不知道它是什麼味道 就是它給我喝起來的感覺像是茶水 就它的茶的味道完全不濃 就淡淡的一點點茶香的感覺 我覺得這個可能還滿適合 就是你想要喝茶 你又不想要嘴巴裡面有茶的味道 因為像有些人喝完茶的時候 可能跟人家講話會覺得不好意思 會覺得說我自己嘴巴裡面都是茶的味道 像這個的話應該就比較沒有 而且它這款茶它裡面含的咖啡因 是比較相對低的 然後我們可以看一下它這邊也有寫 它上面就是它那個可可巴西茶 就是香氣很高 然後咖啡因比較低 但我覺得它的香氣也沒有很高啊 總之就是一個 沒有什麼茶味的茶 但是不難喝 對 然後另外我們剛才有講到就是它這個 衣右衛門的包裝嘛 通常都按藏玄機嘛 我們來看看這一款呢 裡面有沒有按藏玄機 好 然後我們就先從這邊把這邊撕下來 打開來看 因為我們在日本在回收保樂品的時候 你都需要把這一圈把它撕掉 然後再把瓶蓋瓶身 然後分別的回收 然後包裝紙可能丟掉 所以它們的設計都會相對的好拆 好 那我們就先來看看 裡面有沒有藏什麼東西 有耶…看到了… 大家有看到嗎 它的玄機就在這裡 有隻小狗狗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我抽到的是小雞 對 おみくじ 對 所以說就是它那個喝飲料 你喝完之後還可以順便抽個籤 就是看一看你會抽到什麼 然後看來這支影片的是小雞啊 觀看看來應該是不會太高啊 不過我覺得這種還滿有意思的 就日本的便利商店所推出的商品 真的是非常的神奇 就是偶爾都會有像這種小驚喜藏在裡面 然後像觀眾跟我講的 就是EOM其他的那種綠茶的茶款 我那時候打開來 裡面真的還有一排的那種很特殊的畫 就是那種圖案很可愛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買那種EOM的茶的話 你都可以把這撕下來看看 我覺得都算是一個驚喜就藏在裡面的感覺啦 然後以上就是我這一次來試喝這個茶 跟我吃了那個就是聽說限量 期間限定的那個草莓蛋糕 這算蛋糕 草莓泡芙 反正就是那種 換一國泡芙的一個簡單的介紹囉 好的 以上就是我這一次跟大家介紹的影片 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然後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跟我分享 就是你覺得這兩樣商品你的感想是什麼 你會不會想要吃吃看 或者是你覺得阿倫你先幫我試吃真的太好了 或者說阿倫我現在沒有辦法去日本 好喜歡看你日本的影片等等的什麼都可以 你就歡迎你們有什麼任何的想法 都歡迎在下面留言告訴我 因為大家的留言我都會看 每一筆我都會看 雖然說我可能沒有辦法每一個留言都回覆大家 不過每個人的留言我都會看的 請大家放心喔 如果你們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來追蹤我在日本的各式各樣的所見所聞 歡迎大家追蹤起來獲得我的第一手訊息 然後你也可以開啟小鈴鐺 叫我再上傳新的影片 才會在第一時間通知你 當然也歡迎加入我的頻道會員 用最實質的方式來支持我的創作唷 那今天阿倫頻道就到這邊結束囉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掰掰 就跟著阿倫一起去旅行 跟著我唱天美少過癮